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十分坚定认为仙儿是天上孤星的命 是老天爷给派下凡来害人的 就是仙儿害得自己没过少好日子 还得天天伺候着别人 不管仙儿怎么为她着想 她都觉得这个姐姐不好 现在仙儿因为和语文也之间产生了误会 所以决定要带着她和小七去渊北 让他们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自己先去给哥哥姐姐报仇 然后三人就约好时间地点碰头 这些没毛病吧 可是约定的时间过了 仙儿还没有来 这时候的小八就开始焦虑了 认为是星儿抛弃了他们 她还认定啊 星儿是要独自跟着烟熊去享福 故意丢下她和小七 小七就很生气啊 她是一直相信星儿的 小八这么说 她就觉得小八特别不懂事 可是小七一直维护星儿 小八就不开心 就对着小七大喊大叫 小七表示好无奈 小编也想说 我亲爱的小八 杀人不需要时间吗 你怎么就不担心心儿安全呢 真想一口盐汽水喷你了 最后啊 小八说出了真心话 她根本不想去燕北 她只想留在宇文院身边 伺候她 怕做个奴婢也不介意 这样看来 小八是真的爱上宇文院了 这么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 对星儿的不满呢 在整部剧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小八表妹和星儿 真是姐妹情深 她后却到宇文院面前说 星儿楚桥是克星 命不好 专门克死自己的亲人的 只想姐姐去世后 还把和星儿 绅士之谜有关的目中 尝了起来 为了啥 就怕星儿不保护自己了 还有在此之前 小七往宇文院房间放蛇 被发现后 直接就让小七 将所有的一切 推到星儿身上 小八呀 你不但心机深 而且心也黑 太黑了 眼看着宇文院和星儿的误会 都有点化解 没那么严重的时候 一束冰雪剑射了过去 月公子很委屈啊 宝宝真是有苦说不出呀 你很苦 星儿也很气呀 生气自己真的心疏了的人 一气之下 就和阎寻走了 小说中就写到了 在这后来 星儿离开青山院后 小八是没有离开成功的 毕竟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由于小八长得和星儿 还是有点相似 所以宇文院就囚禁了小八 这 不得不说 月公子喜欢人的方式 还真特别呢 再跟着这剧情的进展走 燕北开始报复之路 圆松十分不满 好机友的造反 胆大的一个人 去燕北想要刺杀燕巡 小兵只想双击溜溜 很尴尬的被砍断手臂 生命迹象脆弱 被星儿救了之后 开始各种颓废 还退出了皇位争夺赛 让我们为皇子鼓鼓掌 这可是用命换来的真理 一个人单打独斗 还是比不上群战的 而在这一边 被囚禁多年的小八 觉得宇文院是不会爱自己了 就想办法逃 却被月公子卖到了青楼去了 毕竟是主角的妹妹嘛 太悲惨的话 女主肯定不答应啊 所以就被离奇的圆松给救了 小八发现 圆松断壁后 开始不离不弃的照顾她 圆松就觉得 不能错过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你情我运的两人 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小八这人生过得 跟回忆姑娘一样的精彩 小八在河边也说了 自己的长相是个贵人像 虽然不清楚是哪里来自信 但小八这个姑娘真的是很幸运 电视区到现在 已经更新20多集了 小八和圆松 还没有正式的见面过 小编表示 很期待他们的感情线 最后再热热的说一句 楚桥传这样一部 特工古装剧 演出了家庭伦理剧的感觉 编曲也真是上天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是赖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